《乱世枭雄杜月生》第十三集 各位好,我是飞扬 上集咱说了杜月生在老板娘林贵生面前是夸下了海口 她只是一人拿着把手枪在漆黑的夜里 要把那个撕吞烟土的小贼给逮回来 这个赌可是关杜月生接下来的命运发展 那么杜月生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吗 请您接着往下听 话说杜月生一边在街上跑着 一边在思考着这人可能会去哪啊 最后得出了结论可能会去英租界 杜月生就赶紧对车夫说 你赶快往英租界那边跑 一路上杜月生睁大着眼睛搜索着四周 没跑多久杜月生就看到一辆黄包车在前面慢腾腾的跑着 车夫一看上去啊 很吃力的样子 这如果拉一个人 绝不会是这样子 杜月生断定 这就是他要找的那个人 杜月生不动声色的对车夫说 你快从前面拦住那辆车 话说被拦住的那个人呢 确实就如杜月生所判断的这样 正是偷烟土的那个贼 此时这个人心里那是紧张的要命 各位想想 他偷的可是皇宫馆的东西 这个时候突然有一辆车拦在了面前 那更是吓了一跳啊 杜月生飞速跳下车 一眼就看到偷土贼面前的大麻袋 他用枪指着那人脑袋压低嗓子说 跟我回皇宫馆 那个偷土贼本来呢 是个打打杀杀惯了的武角色 这要平时啊 对杜月生这样的啊 这跑跑腿提提包的文角色 那肯定不会放在眼里 可是今晚杜月生平静的脸上露着隐隐的杀气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震慑的力量 这贼不由得慌了神 连声哀求 从八十岁的老娘到刚吃奶的孩子全都搬出来了 求杜月生看在兄弟的份上放他一马 杜月生冷冷的说着 哼 不要啰嗦了 老板娘知道你偷了土 四处安排了人追你 你哪都逃不了 你也知道 在皇宫馆里是不动刀动枪的 你只要跟我回去 我肯定会帮你说好话 说不定老板娘还会放了你 走吧 然后杜月生对惊魂未定的车夫 安抚着说 没什么事 你不用怕 把车拉到皇宫馆 我会赏你两块大洋 一路上杜月生仍然紧紧的握着枪对着那个人 同时支愣着耳朵警惕的听着四周的声音 直到看见同府里巷口的大栅栏才松了一口气 杜月生并没有急于去里边报工 他先派人把大麻袋给搬下了安置好 才带着贪财的偷土贼去见老板娘 原先强土的一干人正在客厅里边焦急的等着 看见杜月生很快的把人带回来了 不由的有些惊讶和羞愧 好在有个泄愤的对象立马冲向偷土贼 那是一阵的狂骂拳打脚踢 此时老板娘林贵生听到消息是高兴的从楼上下来 亲自来迎接这个孤胆英雄杜月生 他以为杜月生肯定会眉飞色舞 滔滔不绝的描述一番 他是如何如何把这贼给抓住的 可是杜月生只是很平淡的说 火我已经安置好了 人就请老板娘发落吧 林贵生没有想到杜月生竟然会这么的淡定从容 不由得一愣看了他一眼 点点头说 好你也累了 先到后边休息去吧 杜月生能看得出来 师娘的眼里其实充满了赞许 林贵生喝住正在打骂的手下 狠狠地给了偷土贼几个耳光 大骂了一通 偷土贼呢只是哀声告扰 林贵生咬牙说 滚出上海滩 永远不准再踏进一步 偷土贼以为捡了条性命 先恩万谢的慌忙走了 等他走出大门不久 林贵生对几个手下使了颜色 手下心领神会 立即跟了出去 自然此人估摸着是活不了了 而此时杜月生躺在自己狭小的床上 感到很疲倦 刚才实在是太紧张了 里边的小挂都全失了 想想刚才的经历 杜月生还是有些后怕 他怎么能没有恐惧呢 这万一啊 万一是别的团伙抢的呢 万一那人也拿着枪和他打 打仗呢 万一找不到那个人 他两手空空的回来了 怎么办呢 没想到情况 竟然和他姑息的一模一样 他心里有些自得 对自己的判断力 更是有了自信 更让他高兴的是 他看到了 林桂生眼里的赞许和信任 他也看到了那几个兄弟眼里的一丝敬畏 别看我瘦弱 我的能量可大着呢 俗话说好事传千里啊 杜月生至勤偷土贼的事 很快就传遍了皇宫馆的上上下下 常有人让他讲讲 那晚到底是怎么回事 杜月生只是淡淡的笑笑 谦虚的说 不过是碰巧 碰巧碰巧 他知道 得意更不能忘形 自己是什么 不过是人家手下讨饭的一个小伙计 一点小功劳 就自以为是 那只能招人厌烦 主子若是一翻脸 他只能回石榴铺 接着当他的小流氓家 所以杜月生依然像往常一样 小心翼翼的做人 勤勤快快的跑腿 老老实实的干活 能帮谁一把的 那就赶紧帮一把 他越是这样 在小伙伴的眼里 那地位就越高 他越是什么都不说 那晚的经历 就被描述的是 神乎其神的 他们不再觉得杜月生 是个仅仅靠拍马屁的人 他们看杜月生的眼神 已经没有了早些时候的怀疑和敌对 而是变成了由衷的佩服和亲热 小伙计们都觉得 很快杜月生就会得到提拔重用了 这杜月生心里边啊 他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 事事难料啊 林贵生好长的时间 什么都没表示 杜月生心里边有些着急 也有些纳闷 可是杜月生厉害就厉害在 他一点都没有表露出来 听到这儿 您可能要说了 这功劳真的就这样过去了吗 当然不是 其实老板娘林贵生啊 还真的就是故意的要冷一冷杜月生 看看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说白了 这杜月生啊 此时仍然在考察期呢 咱各位试想一下 这如果杜月生因为这一点功劳就得意洋洋到处吹牛 自以为高人一等 那绝对成不了什么气候 也掌控不了什么局面 若是因为冷落的他就满怀抱怨背后牢骚 那也说明他没什么臣服 可是几个月下来 杜月生就像什么事都没有一样 对上对下 那叫个周到小心 谦逊有礼 林贵生觉得自己没看走眼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伙子的确不简单 其实林贵生有眼力是一方面 关键那还得杜月生会表现 杜月生不仅有能力还有心机 不仅是金子还懂得如何让自己及时的发出光来 所以今天咱经常说啊 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 各位您虽然有能力 但是也得找到机会 合适的机会发光 那别人才可能看到你啊 要不然你可能还是一块石头 咱就这么一说吧 再说回来 那林贵生心里边啊 跟明镜儿似的 有这么一天 他就把杜月生叫了过来 漫不经心的对他说 月生啊 看你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几件 这样吧 你去工薪记忆赌台 和他们老板说 我让你在他那帮帮忙 也吃一份薪水 去吧 工薪记忆 那可是法租界三大赌台之一 装饰那是豪华气盘 整天都是门庭弱势 车水马龙 腰包里边没有相当重量的人 得这个地方 那根本不敢去啊 杜月生听得很兴奋啊 他的兴奋不仅仅是这份薪水 更重要的是自己拥有了领薪水的资格 你要知道 能够在皇宫馆领一份薪水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在法租界 只要打出皇宫馆的金字招牌 做的又不是太出格的事 想寻个财路 那并非是难事 皇宫馆充分利用无形资产这件优势 能省则省 对底下人了 那一般是不发薪水的 任你放手去自寻财路 若是很幸运 有薪水可以领 这就说明 这个人呢 已经受到了主人的青睐和重视 杜月笙非常明白 这份薪水的特殊意义 他知道 这意味着另一个开始啊 皇宫馆真正的接纳了他 那么 这一切是不是像杜月笙想的这样 他已经开始新的人生 走上巅峰之路了呢 欲知详情 请您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